女性的不孕主要就是说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卵巢功能这一块 那么卵巢功能像排卵障碍或者卵炮的一个数量和质量这个下降 都会导致不孕症的发生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可能通过一个提升卵巢功能 提升我们卵炮的质量 那能通过补肾健脾书肝解育这样的方法的话 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提升 那么如果是炎症方面的话呢 那我们主要还是在治疗盘测炎症这一块 像我们的经济解读书肝理气 以后呢或许化于疏通经络 这样的方式来调整不孕不育的这个病因 第三个的话免疫方面的因素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通过平衡 我们说阴阳平衡综合调理 这样的方式调整我们这个整个免疫力的一个状态 所以的话 以现在治疗不孕不育这一块的话 它的病因病期会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选择的这种治疗的办法也会更多一些 那么男性不孕不育这一块呢 主要就是它的精子的质量 那么精子质量的话 现在有扫经弱经或者说是畸形精子 那么我们同样也是以调生精作为主要 所以通过这个补肾啊 易经啊 健脾啊 去谈诗这样的一些办法 来调整男性的这个精子的质量和数量 所以的话呢 男女的治疗不孕不育这一块是不尽相同 但是有很多相同之处 感谢观看